我們今天賽會為大家訪問到這場比賽 在第二節開始為球隊做出貢獻 全場比賽攻下13分的李凱燕 凱燕你好 嗨 大家好 今天擊敗了不幫勇士 也是你們今年對戰勇士一個四連勝 先來談一下對勇士你們有什麼樣的心得 沒有 因為主要是 開賽前就是主要是信特利這個點嘛 那就是把他守好 但其實現在還是讓他得了27分 那也還有限制到那個瓊斯那個點 所以我們多點開的話嘛 然後就是才能拿下勝利這樣子 今天的先發陣容比較不一樣 你從替補出發 而且在第二節一上來就連拿8分 來談一下今天對你來講這個角色的轉換 可能因為我們對戰的關係 還有他們場上洋將配置的關係 所以會變成可能是會打先發 我去打替補 那我覺得這都沒關係 反而會讓我自己覺得 誒 可能我一開始可以不用先上 我可以好好準備來幫助球隊這樣子 對 那想要問一下凱嫣就是 Manigo從這個賽季融入到目前為止 你覺得進擊場 他打出非常好的表現 跟賽季出他的 呃 在攻擊或是防守端 成長或是跟團隊磨合最好的地方是在哪邊 呃 Kenny他一到球隊其實就是跟大家都處在一塊 包括可能他跟大家也都會很會開玩笑等等的 我覺得他從一開始到現在其實都蠻融入球隊的 那只是球隊可能越打越好 那配合的越來越好 所以他幫助我們很大啦 對啊 好 最後凱嫣今天2023年1月1號 有沒有什麼樣的新年新希望跟球迷分享一下 呃 就是 大家可能平安健康 然後我二次 哈哈 要不要把他抱起來 哈哈 來 我們唱歌來加入我們的賽後訪問 哈哈哈 對啊 平安健康 謝謝 新年快樂 好 我們謝謝凱嫣接受我們的賽後訪問 也再次恭喜國王拿下一個近期的五連勝